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张地图 像高雄市高雄县 它其实会别在一起 台南县台南市会别在一起 台中县台中市会别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过节 你就可以把这个区域别 再搬到土利 所以你这边就会比较容易发现 这里有两个 我只是要告诉你 它这样子它代表意思 这里有台南市有台南县 当你游标拉到右边一点点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选到台南市 然后在左边一点点就选到台南县 那是因为台南市 比台南县的数值大了一点 然后比较大了一点 所以相对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两个圈圈 好 这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像台北 新北 那这边也有一个基隆市 基隆市它的一个就是薪资 也还算蛮高的 好 那这个地方澎湖也蛮高的 你看到这张图 你应该要培养自己一个想法 就是说 北高于南 西高于东 对不对 还有相对的 从刚刚那两句话 中间就会变成是比较 比较就是薪资收入低的现实了 以上是 我想就是说增加了颜色别 才方便我们来去看这张图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里面不是说 只要看这个叫做受雇人员报酬的泡泡大小而已 这里面有非常多是像例如说 那既然我们了解了受雇人员跟其他因子的关系 你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研究这个收入里面的像产业主所得 产业主所得 例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关掉 我就直接把产业主所得搬进来 那你就会发现好像全台湾产业主所得 好像就没有刚刚那个薪资所得的一个差异 对不对 这里面一堆等着各位慢慢去透过视觉化分析 来去探索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希望你能够知道的事情